那我们接下来再新增一张资料表 我们接下来就谈一下函数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去做 假设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人员 地区 好当我点了地区 我改成资料表 改成资料表 那我可能会希望算出来地区的什么销售额 这张销售人员的地区的销售额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我先把这个直色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观看 好 就是中南地区 然后多少 这个资料 资料行标签 我把这字稍微再大一点 好 就是地区 我可能想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超市呢 就是各地区的一个销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针对这个销售人员 我们会希望把这个值给算出来 那接下来我就要教你怎么算这个值 好 算这个值的一个方法 算这个值的方法 首先第一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点到这个销售人员这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首页 有最右边这个计算的部分 有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好 那请问你 请问新增量值是增加几个值 新增量值是增加几个值 一个嘛 新增资料行是增加几个值 没有几笔记录就增加几个 例如说 这边我们点选 这边我们点选这个订单好了 哇 假设订单的笔数有一万笔 对 我给你们的资料 这边 其实不是我给的 这是委员公司给的范例 好 这样子的资料内容有一万笔 它就会整栏最右边 最右边它就新增一栏 然后全部把资料算出来 那就会有一万个资料 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请问我要算的是什么 我要算的是中栏这个值 西北这个值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就点新增量值 点选首页新增量值 可是它有时候会跑到别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蛮讨厌的 好了 来 重新点一下这个地方 重新点选我们的销售人 这个先最小话 好 点到地区 这样子代表说我选到地区 可是我不是真正要去点这个前面的部分 好 我只是希望说 它首页新增量值是增加到这个销售人员这边 那请问你这边是不是这个名称名称名称是什么呢 如果都叫量值不好嘛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地区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就要学销售总额的一个韩式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只要会用ecelle应该都会 对不对 就是sun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选 就输入sun 我要请你们真的真的要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输入sun后面是不是一堆 对不对 用选择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教你的方法 用选择的方式 就是上下调整 我是不是要用方向键往下选 是不是选到我要的sun 然后他这边会告诉你 可惜他告诉你的是什么 英文 他说增加增加什么 所有这一个栏里面的一个值 好 就是做加种 做加种 然后tap a件 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 他会直接问你说你要加的是什么 请问是不是我们订单那张资料表里面的谁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 对不对 订单里面销售额 tap a件 我一样是用方向键上下调整 再用tap a件 送上去 然后右刮壶 接下来按一下enter键 那请问你 我这边是不是多增加了一个计算产生的栏位名称 这是不是叫栏位名称 然后接下来记得 这个地区销售额要打勾 是不是就产生在这边了 这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先让你们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计算 怎么算 好 就是用acum 可以吗 我们请你先动手学这件事情 请你们现在自行操作完成各地区销售额